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段可以说得上是整个短剧的爆发点 连表演结束的时候依然保持着情绪到位的模样 用王妃的话来说 这个故事全靠王雷的演技和音乐 把情绪推动上去来打动观众 八分钟太短只能截取故事发展的重要片段 观众必须用跳跃的思维自行脑补故事的连续性 这也是一种留白吧 实力挑战盲人角色 可见王雷这次很走心了 值得一提的是 王雷在短剧中演唱了一首 自己的原创歌曲《宝贝》演唱出来十月份具有感染力 连在彩排的时候 歌手导演洪涛 听见王雷的歌声 邀请他上歌手 直接挖墙角 小敬腾都考虑帮他出专辑 可见唱功确实强悍到 表演后接受何俊的参访 抛开最开始的紧张 表演和信天由后兴致渐渐起来 准备接着来一首 结果一眼描绕何俊挪挪嘴靠边走的样子 一时他自己抢了主持的话筒 却被何俊调侃卡的严丝和缝 也算贡献了一个笑点 王雷一到机场就受到导演的接机 这待遇也没谁了 终于首秀就参加难度这个高的患乐之城 可见真的是一高人胆大哦 这几年来 王雷的演技已经得到公认 演技比较出色扎实的终生代 16年还在经营电视节上和胡歌 一起获得最受欢迎男演员 受欢迎程度可以和老胡胡歌媲美 实打实的实力都不仅如此 人也低调非文少 在娱乐圈里也算得上比较讨喜的演员 你喜欢这样的王雷吗